在娱乐圈明星总会收到很多礼物 有朋友送的 也有自家粉丝送的 但不是每个礼物 都是一个正经的礼物 其中就有很多明星 收到了特别奇葩的礼物 不走寻常路 让人哭笑不得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明星们 都收到了哪些奇葩的礼物了 陈伟婷的粉丝在街场接机 时送了他一束脸蓬 对 是一束脸蓬 还是包装好的 看起来很新鲜 怕不是刚摘的吧 这个送礼物的人也太别出心裁了 是不是天气太热 吃点帘子下火 王俊凯之前在录制高能少年团时 刘浩然也来了 还很贴心的带来了礼物 看起来还有点分量 打开一看 傻眼的 居然是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这个礼物很扎心了 有没有 这是来自学长的关心啊 姓儿小凯 已经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 感谢刘浩然的礼物 哈哈 大家都知道林更新酷爱吃辣条 简直就是辣条男孩 经常在节目里 也大大方方的吃辣条 更是在深夜发微博晒辣条 我觉得魏龙可以考虑 请林更新代言辣条了 这样林更新就有一个辣条供应商 在和赵丽颖一起宣传新剧时 赵丽颖就送了林更新一大树那条花树 看林更新的表情 应该是很开心了 又够他吃上一阵了 黄博也是在街场收到了自家粉丝送的礼物 一把香菜 这个芹菜很简陋 没有包装 刚从菜市场买来的嘛 一般粉丝街机都是送花树 这直接送蔬菜的也是很吉他的 应该再顺便送点瘦肉 还能凑一盘芹菜炒肉 袁公这个就更厉害了 不知道他的粉丝是不是得了 他的豆皮真传 竟然送了一盒脑残片 袁公还很开心的发微博和大家分享 还很引流念 这心态不一般 很强大了 很佩服这个粉丝的难量 田富珍发微博 趁一位粉丝送给了他一封信 这些上还有一颗小葱 根部还很干净 看来是处理过的小葱 可以用作配料的 田富珍估计也是北京到了 还特地发微博 看来送礼物这件事要好好研究一番 不能走寻常路 要出其不意 这样你的爱豆才会注意到你 韩国明星蒲海镇菜机场也收到粉丝的礼物 美食界很多人害怕的恶魔 香菜 因为在之前的采访 钟蒲海镇有说过喜欢吃香菜 这位粉丝也是很有心的 看样子收到香菜的蒲海镇很开心啊 隔着屏幕仿佛都能听见他的笑声 迪丽热巴收到了粉丝送的耳环 热巴也是很充分的 不仅没有嫌弃 还戴上了 更是发微博秀粉丝送的耳环 这样的爱豆实在是太好了 当然要一直喜欢他支持他 看了这么多奇葩礼物 你们觉得哪一个礼物最奇葩 脑洞最大呢 明镇在这边